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本就是共产党的欺骗口吻 让韩国瑜气得要提告 连律师都带来了 只不过 我事实上千人交战的很厉害 手一下伸出去 一下又缩回来 韩国瑜最后却180度大转弯 不告了 按下去之后 就走向了一个公诉罪的 我不愿意把一个选举再打了这样 所以我今天跟所有社会各界报告 我还是不按您申告 我想我们继续让台湾的民主 走向更成熟 更美好 更包容的一条路 虽然话说得很崇高 只不过恐怕是韩国瑜想告 也告不成 因为基金党翻出北京大学2009年 博士生毕业名单 一眼就看到韩国瑜三个字 他的同班同学还包括 被失踪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蒙宏伟 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全国人大代表 以及官方色彩浓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政党色彩相当浓厚 我没有毕业 我不再予以 驳斥啊 或者回应啊等等 这可以去查 那是很容易可以编造的出来 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只强调没有毕业拿文凭 但念了多久 认识了谁 一概不多谈 只想和红色势力切得一干二净 三十年综合报道